晚上九點三十六分 持續來關心香港的最新動態 香港現在是出現了一起 國安法分裂國家罪 成立的案件 這是香港的青年組織 學生動員前召集人鍾翰林 今天在法庭認罪 他承認有一項分裂國家罪 以及一項洗黑錢罪 香港電台指出鍾翰林 將繼續還押到十一月二十三號 那麼案件將在當天 進行求情與判決 那麼觸犯國安法分裂國家罪的狀況 最終是可以處到無期徒刑 鍾翰林去年在國安法實施前夕 宣布解散了學生動員之後 就被一以國違反國安法來逮捕 他今年才二十歲 也是被以國安法定罪的人當中 年紀最輕的一位